intro intro 嗨 大家好 我是專注文藥 閒閒投機全膝 cover 你每天的大俠 那我想先問你當初是怎麼敲到 光寶可跟紅機這兩檔 其實我們 我當初在挑的時候也不知道他未來會變AI 那你說是不是話題吵也有可能 因為就有NVIDIA去吵起來 投票就是成年人對待彼此最好的方式 這檔 ETF 也是你看 我們從去年 6 月開始做布局 00757 它有沒有牽扯到 NVIDIA 有嘛 超讚的 慢慢買到現在真的也是風生水起 這一檔國泰智能車也是從去年 今年 2023 年 5 月開始做布局 到現在也是 因為你看它去年對大家評價很好 上次電動車很厲害 後來跌到變成二手車 後來又開始起來 為什麼它牽到特斯拉 NVIDIA 還有超 如果你在選擇一個高貨出的書籍帳戶 這邊推薦你可以申辦 聯邦NVIDIA 你現在是首次申辦 就可以想要10萬塊裡面8%的貨出的利率 接著符合條件 10萬塊裡面則是可以想要3%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都不想要符合任何條件的話 依然10萬塊裡面可以想要2%的貨出的利率 但如果說你今天透過連結申辦的話 就會在額外加碼50院的全家購物金給你 而聯邦NVIDIA想要申辦的話 會建議可以搭配聯邦集合卡 你今天在國內可以想要2% 日本只可以想要3.5%現金回饋 無上限 除此之外 你今天早上是新生辦 聯邦NVIDIA 一般消費就會來到8%的現金回饋 接著你今天綁定Apple Pay 在日本消費 只是可以想要5%的現金回饋 聯邦集合2卡算是下半年真現金回饋的無腦神卡 尤其搭配上聯邦NVIDIA 算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組合 上一支影片有提到不定期不定額的策略 那你就會說 股價下跌就加碼買進 其實我之後就有在私訊問一下大家說 那你股價下跌的定義 我要掛多少錢買進它才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價格 沒關係啦 反正你已經規劃出你的閒錢布局了 對不對 你就掛在平盤以下 假如說我今天一檔股票股價是18塊 是18 那我就直接掛18張 18以下 你可以掛17.95 17.9 反正你已經平均的買了 那你就不用擔心說 今天這個價格會不會是今天最低點 我決定我今天閒錢有1萬塊 那我要分批買嗎 還是我就1萬就是 你就今天閒錢就1萬就買啦 就直接一撥這樣子 對 你就閒錢 你哪一定是閒錢 你就直接買 有多少閒錢我們就買多少 因為有可能你每天閒錢都有1萬嗎 不一定 有可能一週只有1萬 那我們就買1萬 就慢慢買 反正一開始你會覺得 好像一開始布局的比重有點大 但是如果你長期這樣按照機率布局下去 其實都已經被均量化了 有一些人可能會想說 ETF跟個股到底要怎麼選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嘛 那個股太麻煩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選ETF好不好 ETF比較簡單 我們投資朋友可以先上網 去找那個定期定額排行表出來 因為這樣你的交易量少 你不會擔心嗎 定期定額交易互數排行表 你看 1到28你列出來了 那20檔都要買嗎 當然不是啊 首先我們要去上網去找 Money DJ ETF同期 來計算網址在這邊 你就去算 同期他的年花報酬有沒有勝過大盤 那有勝過你就看哪個勝過最強 你就買 那大盤當然也可以買 因為大盤起碼他是一個基準 那我們看0087吧 你看他叫高股期 同期年花報酬勝過 然後第二檔00692也勝過 高喜帝波也勝過 00881也勝過 這邊都挑有勝過 00850也勝過 0052也勝過 可是他那個勝過大盤 就只要有勝過就好 也不用說你一定要高過幾%幾%再買 因為也不是年年好 他有可能今年勝過很多 他明年又衰退下來 可是挑這種交易量比較大的時候 因為之前就有人貼說 10年前大家都在存哪些股票 那有一些股票也都是下市 所以透過這種交易量 來去選擇是一個好的方式嗎 對啊好的方式 因為他如果下市他會幫你去做三選 所以這種方式主要是要以ETF為主 對 ETF 為主 太弱留強 ETF 會做 那因為其實前陣子 債券也是一個非常多的討論的議題 因為很多人說現在升息暫緩了 然後債券跟升息是朝反方向走 那之後如果開始降息 債券的股價就會往上升 是不是可以趁這個時間做一點波段 以及是不是可以賺一點價場 這個不好說 我們跟投資朋友有一個去檢視這句話的方式 第一個你可以上我們的Money DJ 去算他的同期定期定額報酬 我們看哪一檔債券他同期定期定額報酬 勝過大盤 你連定期定額都輸給大盤了 那我們思考一件事 如果你可以利用景氣的升息和降息 來去賺價差 那你這樣選大盤不是更強嗎 我們都可以賺價差 我們選個股不是更強 我們選正二不是更強 我們選大盤不是更強 所以他最基本的 你同期定期定額報酬 不要輸給大盤 可是有些人會說 可是債券又有一個防守的一個角色在 所以我覺得可以進可攻退可守 哇你講到重點了 我跟你講我們去算 有些債券從上市到現在定期定額報酬 他的年貨報酬率比定額利率還差 真的啊 比中華電信還差 所以他防守 我是覺得 嗯 欸我們還是一樣嘛 看鈔票說話嘛 那你鈔票變多 你就只有防守一位在 那你自己有布局債券的比例嗎 那個感情債是有的 哈哈 就老婆的 可是有些人就會說 你可能到了某一些年稅之後 你就開始買 要買債券來進行一些資產配置 那你也就是覺得 欸其實不需要這麼做嗎 還好 我真的是覺得 這可能要看投資人他的個性 他如果是一個非常文件保守的 他可以去選相關性的商品 那如果像我們 可能對個股啊 每天每次看財報的啊 基本面啊 ETF啊 我們就進行這樣對自己熟悉的布局 當然還是要講一句老話 沒有最好的商品 找到適合自己的就是這樣 然後有些人擔心股市波動對不對 那你如果擔心股市波動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一次性的說哈 你慢慢的買 也可以買到均價啊 他的防守性成長性 搞不好都比一些防禦性的商品強 可是之前像可能去年 他搞不好也是慢慢買 可是投報率還是負的 這樣他應該要怎麼樣 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 這種負的投資 因為很多人他其實也是剛開始投資而已 等一下我要說一件事情 來你從萬七 我們假設他從萬七開始買嘛 現在是不是要快回到萬七了 我們現在來數學課囉 我現在是直接用心算 你萬七買一份 買一萬好了 萬七買一份 萬六 五 萬五 萬四 萬三 萬三就起來了嘛 萬三 萬四 萬五 萬六 萬七 他這樣是不是買上來 現在是不是快到萬七了 對 好 這個樣子的一個 從萬七開始買到現在 都固定買 平均的均價是在萬五 好 那第二種人比較厲害 他從第一點開始買 萬三嘛 定期定額 萬三 萬四 萬五 萬六 他均價也在萬五啊 哦 那兩個都是萬五 那現在是萬七嘛 萬七出於萬五 大概就是 十三趴 可是呢 從高點開始做定期定額的人 他買了十次 他假設每次用一萬 他買了十萬耶 十萬乘以十三趴賺得多 還是五萬 乘以十三趴賺得多 高點開始定期定額的人 反而賺得比較多 這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啊 可是那這樣子他也是要有一個反彈 才有辦法賺到這個嘛 那他總會知道定期定額我應該要 我應該要堅持多久才有辦法遇到這個微笑曲線 這個你最簡單的布局就是大盤的 真的比較安心 你能夠用這種方式長期的布局 真的大盤 你的存股的概念其實不是要永久長暴 而是就是適時調節的這樣 沒錯 當然適時調節啊 因為存股其實就是存錢 那你存錢要幹嘛 看你想幹嘛就幹嘛嘛 想買車嘛 買包嘛 對不對 買房嘛 你錢存到了 你透過大盤布局到了 你就可以去cover你想要買的部分啊 因為很多人像之前 巴菲特好像有說過 就是如果你買一檔股票 你沒有想要抱他 一輩子你就不要買他 那你這樣子你會對這句話有什麼解 這個這句話看到現在很多人就 地死他排機店嘛對不對 我也不好意思講嘛 就是我們還是要設定一個目標在那邊 那你 市值到了你拿去cover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你逛中年慶嘛 你每年要出國嘛 你就規劃這樣慢慢買 市值到你就出國 市值還沒到你就繼續吹 乖乖撐 那我想要問一個可能最近 也是吵得比較兇 有一點犀利的話題 因為有些人會說 高股息 你買高股息到後面你可能要 睡公園 但是你可能最近可能到後面 你的表現不會比較好 那你對於這種看法你覺得是如何 有可能啊 你去問大安森林公園旁邊那些老人 他們都是買高股息的 透過剛剛的一些簡報和數據 教大家怎麼用數據去證明 有些他只是名稱叫高股息 可是他的年化報酬率 其實不輸給同期大盤 甚至還大升 所以我們最主要投資 你還是要看鈔票 不是看名稱 不是叫成長股 他就會真的會成長 往下成長也是有可能的 然後同時呢 負利不只有往上負利 也有往下負利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選對ETF 選對個股 個股怎麼選 你可以看我們65 Yeah 可以用我們的APP 那ETF怎麼選 剛剛有教嗎 大家定期定額吧 然後找出同期年化報酬標數給大盤 大俠最近出了一個全席人生的APP 那這個APP主要是 教你怎麼去挑股票 欸對啊 我跟你講 那個裡面有潛在價值 有口袋名單 而且最厲害的是什麼 我認為啦 個人獨特特色 裡面有跟你不廢話的對帳單 而且是給你看庫存對帳單 不是給你看什麼 有賣掉的 然後把賠的就留在裡面不給你看 我全部都列給你看 而且我們從Day1開始 Day2 Day3 現在出到Day8了 所以你自己買你每天就是PO上去 每週我們會PO兩天 就是1x3 因為我們又不是做短線的 我們是做長線的布局 所以一週大概我們會挑個 兩到兩天來去公開給大家 這是全部的庫存 然後甚至呢我們還在下面留言 你如果想看哪一檔的明細 實體存折 都讓你看 這麼刺手 就完真的嘛 我們投資就是完真的 那很多投資朋友在上面反饋 他們的一個對照單的情況 那麼其實大俠最近除了APP之外 還有出數嘛 那他最近的YouTube頻道 也開始在慢慢更新了 感謝感謝 所以如果說你有興趣 想要看大俠 他可能比較直接跟你分享 一些有關於股市啊 或者是其他的疑難掌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大俠的頻道 下面看 或者是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覺得應該 你都會看吧 對 會看 DIS我的我也會 沒有問題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私訊大俠 他是我真的看過 算非常認真在回觀眾私訊的人 所以如果說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詢問看看他 有時間的話他會回覆 OK 感謝感謝 好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大俠 又願意跟我們分享他的對照單 還有其他有關於投資上面的大小事 所以如果說你有其他的問題 除了在下面留言之外 你也可以到大俠的頻道下面進行留言 相信都可以得到一些比較好一點的反饋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大俠 耶 感謝咧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所以你的頻道未來就是一週一更嗎 一週一更 沒意外的話 沒意外的話 反正現在已經確定會有三個禮拜都會更新了嗎 兩個禮拜 喔 才兩個禮拜我們就拍三次了 欸 我們拍兩支 喔 拍兩支 對 上次拍兩支 先試水溫知道嗎 對啊 因為他們上次 他們第一次拍 所以就先抓兩支 然後我們就 拍了四十分鐘 然後就在那邊聊天 喔 呵呵 對 上次拍兩支 然後就拍三支